这位没事就把脑袋甩来甩去的女孩 就是阿拉磊 作为鸟山明先生笔下最经典的人物之一 曾给大家的童年带来无数的欢笑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阿拉磊那些啼笑皆非的往事吧 故事还要从企鹅村开始 作为天才博士的千兵卫 一直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结果集结了他毕生经历创作出了机器人阿拉磊 既然是天才 那么终归是要有些不太一样 除了无法飞行之外 还第一次听说机器人也会进士的 万事具备只欠一套合适的衣服 作为单身30年的老男人 家里自然是没有的 千兵卫只好上街采购 一个大男人要去购买女性的衣服 为避免遭人口舌 千兵卫充分展示了他异于常人的智商 好吧 这下不说是低调形式 完全成了万众主目 不过总算是把衣服这件事给解决了 下一步就需要带着自己的杰作出门 如果没人能够看出阿拉磊是机器人 那么这一伟大的发明就能彻彻底底地载入史册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餐厅 在被问到阿拉磊想喝点什么时 一句想喝机油 差点没让千兵卫原地去世 最终给阿拉磊点了一杯果汁 这喝果汁肚子不会生锈吗 差点又让千兵卫破防 不过没多久阿拉磊还是被看出一点破绽 怎么他没有鼻孔 大姐这可是动画片 谁有闲工夫画鼻孔呀 果然大家都没有鼻孔 这倒是省去了流鼻涕的烦恼 看样子第一站餐厅算是成功过关 然而就在千兵卫结账时 阿拉磊就又闹出大动静 他居然直接将一辆警车给撞报废 这下要怎么解释 难道是要睁眼说瞎话 警车是逗不做的吗 好歹阿拉磊诞生的第一天平安度过了 既然没人怀疑他是机器人 接下来就要给他安排上学的事宜 随着一颗首雷的叫醒服务到位 阿拉磊即将迎来人生的新篇章 为了让阿拉磊顺利入学 千兵卫坦言他是自己的孩子 那么就将阿拉磊安置在山吹老师班上吧 而这位漂亮的山吹老师 也是母胎单身千兵卫的暗恋对象 未免误会 千兵卫马上改口阿拉磊是他的妹妹 这可把校长差点给整不回了 见到这位人畜无害的新同学 同学们可能万万不会想到 这将是一次改变他们人生的相遇 果然没多久 还半堂课都没上完的阿拉磊 就将山吹老师出的题全部答对 这是来了一位学霸呀 紧接着就是不断的惊喜 除了给青蛙做外科手术 体育课上的一记头球 那是活脱脱地飞过高山 大海 走遍山川五岳 最终在绕了地球一周之后 棒球带着世界各地的打卡 满意地回到了学校操场 阿拉磊的同桌木绿茜脑袋 一定有着无数的问号 等到放学后 阿拉磊依然舍不得这位可爱的同桌 一路跟着他见到了空斗太郎和空斗小熊 原来木绿茜和他们都是远近闻名的不良少年 既然是新同学 愣了给他点下马威 以后也好制定阿拉磊 是 结果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这个朋友我们交定了 阿拉磊凭借一己之力 彻底地颠覆了学校原有的秩序 他到底又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出格的事 作为千丁位研发的机器人 几乎与真人无二 同学们都为这个超级学霸而疯狂 今天就到了阿拉磊挑选兴趣小组的日子 很快就有田径队的社长找不过来 而铁哥们泰郎可不打算将阿拉磊拱手相让 示意他早就是棒球队的一员 可惜其他社团的人根本不买账 就这样一场关于阿拉磊的争夺大戏上演了 穆绿借马上以阿拉磊经纪人的身份自居 随机柔道部 剑道部 拳击部 轰手道等等社团 纷纷都向阿拉磊抛来的橄榄枝 这也使得穆绿借狠狠地赚了一大笔推荐费 随机阿拉磊开始了第一个社团棒球部的体验 最终等到他全部体验完毕后 再决定参加哪个社团 就这样 在太郎的授意下 阿拉磊开始了自己的低头 转瞬之间捕手就被球击飞 这力道倒是让阿拉磊去开山可能更有性价比 只可怜了这位同学此刻一心直想找妈妈告状 接下来 就轮到田径队的体验了 一声枪响过后 同学早就跑远 阿拉磊还愣在原地 穆绿借马上蹲挫阿拉磊快跑 这一撒开腿后 阿拉磊根本停不下来 这么一个大神看样子田径队这座庙太小 根本装不下 随后的跳远再次刷新了田径队队长的认知 轻轻一跳就是世界纪录 更狠的是阿拉磊还能反着跳回来 就这样 阿拉磊全面开启横扫个大社团模式 你插花我就插数 你要带球突进 我就连人带球一起打包带走 结果完成所有社团的体验后 阿拉磊觉得这些都太小科了 只意想要和穆莉倩一个社团 这下好吧 因为阿拉磊的加入 不良少女队可算是要彻彻底底的拆伙了 等到阿拉磊结束学校的闹剧回家后 却直接指责千兵卫创作的自己不够完美 这可是千兵卫引以为傲的作品 到底哪里有缺陷呢 阿拉磊直接示意自己身上光秃秃的 跟同学不一样 这可给单身狗千兵卫出了个大难题 这没有参照物 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制作 阿拉磊立刻表示千兵卫可以去偷看 作为证人君子的我哪能干这事 不过这一提议却给了千兵卫领感 从他充满祥和的笑容中 透露出又一项伟大的发明要诞生了 没多久千兵卫就拿出新发明 非生命体透视眼镜 只要戴上它 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就会被过滤掉 这功能简直强大到碳为观止 阿拉磊立刻希望把千兵卫身上多余的东西 也给他装上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很快千兵卫就找好目标 准备进行深入研究 结果却冒出来一只猫咪角菊 碍事的家伙赶紧走开 这下场可想而知 不但没能看到参照物 反而眼镜也被弄得不知所踪 还好阿拉磊的一句看到肚脐了吗 将千兵卫快要破碎的内心给拯救回来 搞了半天你是想要装上肚脐啊 作为机器人的起床洗漱是怎样的 直接把头取下来 放进洗衣机里这么一搅和 所有的事宜就全部搞定 这可把苦苦熬了一夜的千兵卫给震惊到了 不过他也有找回厂子的方法 这就是昨晚辛辛苦苦的结晶 时光滑片 类似于时间机器一般的东西 只要像拨打电话一般就能够回到500年前 只是这第一侧就出现故障 千兵卫赶紧调整时间到501年 说时时内是快 瞬间就在这阿拉雷出发了 可是我没上车 我他妈还没上车呀 最恐怖的是还没有告诉阿拉雷返回的方法 然而此时的阿拉雷已经来到了古代 面对还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人类 阿拉雷直接拿出更冷门的兵器 与此同时 穆绿倩等人跑来叫阿拉雷上学 无法说出真相的千兵卫 直接随便找个借口将他们给打了 只是这样也难不了多久 如果一不小心被警方以杀人毁尸的理由给抓了 那么我千兵卫岂不是英明尽丧 随即便想着赶紧再做一台前往古代搭叫阿拉雷 然而这时光滑片只是千兵卫昨晚临时起搞定的 根本没有设计图纸 此时山吹老师也因为阿拉雷今天没去上学跑来家访 千兵卫马上又借口阿拉雷去旅行想将其打发 怎奈山吹老师可不是这么好糊弄呢 这下弄得千兵卫瞬间慌了神 赶紧跪地楚楚可怜的祈求山吹一定要相信他 最终他的这一演技还是赢得的信任 回过头来阿拉雷居然自己又乘着时光滑片回来了 一切平安就再好不过了 没多久 他们就开始了第二次测试 顺带阿拉雷还拉上了好朋友空斗小熊 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远古时代 顺便还想用超网抓几只恐龙回来留作纪念 这智商做的时光机真的靠谱吗 随即大家说走就走 只是刹内之间 他们就来到了恐龙生存的时代 果然到处都是恐龙的生意 阿拉雷马上有惊喜送上 眼看恐龙被惹怒就要发起进攻 千兵卫马上开枪想要制服他 结果却半点效果都没有 只有阿拉雷还是那么嗨 丝毫不把恐龙当回事 看着已经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同伴 他倒是爽到飞起 好不容易摆脱了恐龙的追捕 千兵卫居然发现一个原始小孩与小熊长的一模一样 这过了几百万年 你小熊真是一点没进化了 很快笑柄就轮到了千兵卫自己 原来他自己也根本没有半点进化 在见到小孩依然使用钻木取火时 千兵卫贴心地送上了打火机 对于原始人来说简直就是神物 作为暴打 原始小孩送给了他们一颗蛋 王猜是一颗恐龙蛋 有了这颗蛋带回去一孵化 那不是妥妥的诺贝尔奖手道琴来 等大家回到现代 千兵卫又开始嗅智商了 万一这颗蛋孵出个什么恐怖的家伙 那地球不是就要毁于一旦 我说千兵卫 你抱着本关于怪兽的书籍在一营什么呢 随着带回的蛋开始慢慢破壳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 他居然孵化出来了一个小宝宝 这下好了 千兵卫直接晋级为便宜老爸 阿拉雷也当姐姐了